歡迎大家收看買樓攻略 之前幾集帶大家看了大圍和沙田的一些本 今集我們來到將軍澳 現在我們置身在將軍澳首批當年的屋苑 待會跟大家介紹這個單位 當然不知我一個在這裏 還有兩位嘉賓 先介紹兩位 有美女媒業界阿King 你好 還有成家網上播程導師林Sir Hello 先交的時間給阿King 阿King 我們現在在屋苑的單位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單位是東港城高層山房吐瓷 建築面積787呎 實用面積616呎 其實這個單位較為實用 因為在我們區內是一個較為傳統的名牌屋苑 實用率高見稱 在616呎 呎16面積來說也有一個三房吐瓷設計 而客廳有在樓窗 而且你見到客飯廳也很分明 相對這也是一個賣點 另外我也想問你 將軍澳其實也發展了一段時間 東港城這裏算作首批入伙的屋苑 也有一段入伙的日子 其實跟一些新區 我們現在說 譬如出康城區 這一區的客路跟新區有甚麼不同呢 其實這一個站的客路就較為是全土區內的換樓客為主 因為見到其實這個站已經是發展成熟 很多的商場或者街市都是供應比較多 所以形成就是在這個區內的買家 其實都是傳統住開張坡區內的 即是已經接受了成熟的環境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以區內的分支家庭為主 即是在這個區內 我叫將軍澳比較舊的區域 主要大部份的買家都是熟悉V區 即是可能住在這裏 可能有分支家庭再換樓 林Sir要問問你 剛才我們也說到 這裏跟新區日出康城有些不同 很明顯新區是比較吸引一些新的家庭 例如小朋友又小一點 又或者夫婦結婚無奈那些 那V區住人口結局分布是怎樣呢 這群人口結局分布平均年紀老少少 那張坡區當然有其他站 可能張坡區站合有多好處 可以去炒為舊 這都正常的 因為當初張坡區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無論是公營和私營房屋 都由這站開始出發 而近年才有康城 正因如此 好處是有分支家庭 如果你是一個外區人想買單位來投資 我個人不太建議選這區 因為區外客去到這裏比較少 通常是父母都住在這裏 而延伸出來的家庭社會 不過當然這區的赤價沒有康舍那麼貴 因為始終以C樓來說 成立時間都是九八年至二千年鬆 亦有些區的單位特色 會開始有會所 不過冷氣機可能就是用窗口式多 就不是分替的 亦有些是有窗台但沒有露台 來得這區住選得這區樓的朋友 如這個單位的特色是這樣 接下來我要考考一下KING 因為我知道你在將軍島這區做代理做多年 哪年入行? 03沙士 03沙士 在這裏做了17年 考考一下你 將軍澳究竟有多少個地址站? 很簡單 五個站 哪五個站 哪五個站 寶林攀口 將軍澳調頸 看成 這五個站 樓上的物業 或者附近的物業究竟有什麼不同? 其實最早期的發展就是寶林站 因為就是當初在祖祖的時候 即是第一批的施樓 應該是新島城 包括是一期二期三期 集中就是 戶型都有 兩房三個都有 最早期發展的站頭 連大洲中都有寶林村 公屋之類 然後開始就會去到坑口站 到坑口站 最後的新物業就是寶林灣本 當時也是一個新的高潮 在坑口站 在張國區內 原因就是 叫做第一個 整個屋間都有露台的物業 隨著寶林灣本入伙 原大整個坑口就成熟了 所有的商場就貫通了 然後再發展就是去到朝景兩站 當中包括了有寶林灣本 東北站、城中站 其實在條寶嶺站 因為交通上的便利 因為它是一個叫做中轉站 條寶嶺站 左轉九島東 右轉九龍東 都吸納了不少的外居客 而當中裡面 圍林灣本 也是一個較知名的發展商 即是新航機家 體貨合作 吸納了一大量的外居客 來到張坑口區內 對於區內的二手 亦是一個正面的刺激作用 然後再下去發展張坑口站 見到 隨著舊油的 我們有聽過張坑口中心、張坑口廣場 隨著天盡一旗 帶動周遭的成交價 都順順上升 整個張坑口站 剛剛起好了 看到都由天盡一旗開始 都有十三旗發展 看到樓越來越漂亮 包括低物價 有林海 也有小屋 即別墅 所以對整個張坑口區的印象 都提升了 而最後發展的是 現在的開城站 開城站 即是你見到 全部都是私人樓 亦都不會有公屋、居屋 而且是一個港鐵單一發展商 其他發展商投入的 都是配入去去建 所以見到裡面的規劃都頗完善 剛才提及過 有四成人的面積 而且裡面的物業 因為一個統一的發展 其與其之間都很開揚 我相信隨著2022年的跨灣橋開通 應該是對整個看城站 會再進一步的刺激 經濟是考慮不到 很熟悉整個張坑口區的發展 剛才提及到 將軍澳有五個地鐵站 有不同的物業在附近 其實對於買家來說 你覺得哪類型的買家 是適合在哪附近的鐵站呢? 如果你是投資客 我覺得較為看城和條頸嶺較好 其實選擇條頸嶺的人 就不算是樓舊一點 其實條頸嶺很新正 不過不夠看城 但求個方便 因為始終條頸嶺站 大家搭我港鐵都知道 是中轉站 這樣便出班堂快 但現在有些人 就不介意搭到家的站 要新的 就是康城 康城上面很多旗 至於條頸嶺就有城中閘 都是一些很新正的屋苑 我覺得這兩個地鐵站 是會相對的樓 無論是外區的受歡迎度 因為你買一間樓 你也在外區的客人租到 而同區是有吃到的 那條頸嶺其實有齊同區和外區 康城本身是沒有什麼供應房屋 就無分之間平 是真的靠搬進去 但這兩區也有多個好處 他們的人均的平均收入是高些 但相對省後 可能因為裡面也有些公屋 始終公屋的居民是想受補助一些 大豆是很現實的 始終收入是一般的區域 始終那個區域的改善的機會是低些 因為很多新或者人蜂擁的店 商店未必肯進去開 但康城和條頸我同意 相對給人是感到期待 這個將軍澳其實屬於西貢區 出名的 西貢區是怎樣 附近都供應多 對於樓價走勢 或歷史樓價走勢 有沒有影響 其實是有的 即是說沒有壓力 因為始終將軍澳區 去到2019年 即在2020年的香港蜂蜜報告 可以看回2019年 其實空置率 將軍澳區都是18區之中是多高 這是不爭的事實 達到超過7% 全香港平均是3.8左右 有些區例如 可能是荃灣區1.9 是低一點的 或者是港島東也低一點 而未來供應是 將軍澳也會多一點 不過我發現到 將軍澳其實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五個地鐵站裏面 他們的收入水平其實斷層得很厲害 即是他們有一個很明顯的 較為低的收入區 就剛才說過 在坑口和保留 但是高的收入區 就在康城 所以看到他們的赤價 都有幾脫折的表現 就如我們現在站在這裏 東廣城 以國往五年的赤價升幅 就平淡一點 所以你看到人口結構 和當中的收入水平 和未來的設施 是令到將軍澳區 有些單位會升得快些 有些細些 當然 也都選單位 區份我覺得是其次 反而是單位獨特性 若然現在很多發展商都喜歡 在一房或室室單位為住 我會看回你在該區 選擇兩房或甚至三房 的單位會好些 因為始終細單位 在九龍或啟德區 供應都很多 其實很多人搬到入將軍澳 還要住一房 其實的人是少些 或者他願意出租低些 所以如果你真的賣投資或自住 我想相對選擇將軍澳大些的單位就會 會安全一些 保值一些 問問阿慶哥的問題 其實剛才提到 將軍澳有五個地鐵站 其中條頸嶺出九龍 是否最近 可以 相對其他站 會否優勝一些 其實 都可以這樣說 如果純粹要去出九龍或角度東 因為暫時現在的站設計 都是必經條頸嶺出的 這個站一定是 暫時是將軍澳最近九龍的一個 應該是方便別 今天謝謝兩位和我詳細說過 將軍澳不同物業在不同地產上的分別 謝謝兩位 再見 再見